大家好 同学你们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第十五章 作业成本法 那么作业成本法呢 我们这一章其实主关题客关题都是有出题的可能性 但是最近这几年从我们的正式考试来看的话 主要是客关题的考核 但实际上我们去年同学们回忆的延期考试的 等于相当于我们说第三套 延期考试第一套的话 它实际上是考了一个计算 同时还让我们说一下作业成本法的优缺点局限性 那么其实作业成本法如果要考我们主关题的话 实际上通常它是结合我们前面就是十三章 就是产品成本计算的一些方法来考核这个成本计算的 我们今年教材和去年相比 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 整个我们这一章的分三节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作业成本的概念与特点 那么作业成本法它产生的背景呢 实际上是由于机器取代人 因为我们通常啊就是产品的成本的构成项目 一般来说直接材料可能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 而且是这个相对比较稳定 但对于直接人工或制造费用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制造业的这种情况下 可能人力成本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大的 制造费用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多 但是随着机器取代人 那么我们这个人工成本比重就下降了 相应的制造费用的比重增大 相应是间接的这个生产费用 它就增大了 而对于这个间接的这个制造费用 我们通常我们在前面13章谈到 我们是需要按照一定的分配标准 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按照这个工时 我们给它分到特定的产品对象上去 但是呢这种分配方法它就比较的这个简单 它容易导致什么呢 就是因为大家想我这产品的产量多 那我耗费的工时就多 但是呢你在分制造费用的时候呢 你就相当于你按工时 等于说就是你按产量了 就基于产量动因了 所以我们也经常把原有的这种传统的成本分配方法 分为是产量基础的这个成本计算方法 就是以产量作为分配基础 你产量多你就多分配 但是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产量是很少 但是我这个产品啊 它效用的精度很高 所以它的加工非常的 等于说比如复杂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因为我的产量少 然后你给我分的制造费用就少 那这样就不太合理了 是吧 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因为产量多 就一定会多耗费 可能是由于你的技术的工艺的复杂程度 或者说你的具体的这个操作的这种复杂度不同 它的成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了更精确的计算我们的产品成本呢 我们就要以这个作业为动因 来考虑更加合理的去计算我们这个间接费用的这个分配的问题 是吧 就更加准确的算这个产品成本 这是它有关产生的背景啊 就是因为间接费用的比重越来越大了 所以这个间接费用分配的准确性就影响到了我们产品成本的这个计算准确性 以及我们成本控制有效性的问题 那么作业成本法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呢 把间接成本和辅助费用更加准确的分配到产品和服务对象上去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在我们作业成本法下 间接成本的分配路径呢 实际上是首先要把资源啊 基于资源动因分到我们这个作业上 然后呢再把这个作业按照作业成本动因分到产品上 当然这个动因就是驱动的因素 对吧 就是说资源动因也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 它使得资源啊有有这个消耗了 它的原因是什么 是由于比如说是由于搬运这个作业 还是由于我们这个维修的作业 还是由于制造的作业 对不对 就比如说随便说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资源是什么呢 是要就是我们所耗费的各种人力物的资源 人力资源物这个物力资源啊 材料资源啊等等各种各样的人财物啊 这些所耗费的这些费用 就所谓的这个资源 我们就以人力资源的耗费为例 假设我告诉你啊 我们这个月啊 我们有这个就是有关这个间接的人工费用 啊间接人工费用呢 我们总共是100万的间接人工费用 那么人力资源告诉你了 总共耗费了100万 但是为什么呀 我要考虑这个资源耗费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那么如果呢 我发现啊 之所以要给他这个人工开工资 因为我们这里面啊 有两个这个啊 维修这个工人 所以呢 这个资源的耗费呢 是基于什么呀 维修 由于他是做维修这项作业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要给他开工资 然后呢 那我们说还有呢我们这个企业还有一些搬运工人 对吧 我给他搬运工人开工资 所以呢 他的这个资源 人力资源的耗费是基于他做搬运这个工作导致的 是不是 啊 那么假设啊 我们再比如说我们这个车间啊 有这个保洁啊 是吧 就是这些这个 就是一些这样的一些作业 是吧 那我们是由于保洁作业 我们后面会说 我们生产维持作业 起些名证 是吧 所以我们有些保洁人员 我们给他开工资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呀 我们基于这个资源耗费的驱动因素 是由于什么样的作业耗费的 我就把这个资源一百万 比如说维修 我给分了五十万 是吧 搬运比如分了三十万 保洁比如分二十万 所以就先要把这个资源 根据他资源耗费的驱动因素 是吧 动因就是驱动因素 跟他这个不同 给他分到各个作业上 然后呢 你再把这个作业呢 再给我分到产品上 就好比我们这些企业 是吧 我们有A产品 还有B产品 那你像比如说维修五十万 那我就要基于这个作业成本 他耗费的这个驱动因素 对吧 你想我们维修 其实你看这是人力资源 分过来五十万 我们可能还会有什么呀 比如说假设我们就以这个折旧费 它也是一种资源嘛 耗费了我的这个设备了 对不对 那么假设你分了这个折旧 这个折旧费 比如说我们总共有 随便收入五百万折旧 有些分到维修设备上了 有些呢是属于搬运设备的折旧 有些是保洁的一些 所需要的一些设施啊 等等他的一些折旧 所以呢 你得看他什么原因 分到各个作业上 所以这样一来 那假设我们维修啊 他有关人力资本啊 什么折旧费啊 各种间接成本 我们总共啊 比如说 规及了是吧 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 总共规及了 随便说五百万 那我这五百万的作业 规及好以后 我就要分到各个产品上 对吧 那假设我告诉你啊 A产品 他所耗用的这个设备啊 本次呢维修了五次 而B产品呢 维修了 他的设备 维修了十次 那我在分的时候 那大家可以看 我就要 分给AB这两个产品 对吧 你是有五次的维修作业 他是有十次的维修作业 那我们分的话 大家看就按照这个次数了 对吧 就像一个 其实他的原理和我们前面讲的 比例分配法 原理完全一样 那就按照他这个次数的这个比例去分 对吧 相当于我A要占到十五分之五 AB要占到十五分之十 那我们这样一来 这五百万就可以给他分了 是吧 分给A多少 分给B多少 同理这个搬运作业也是这样 你看看A给A搬的多少次 给B搬的多少次 保酒保洁 按照一定的标准就要分 所以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分配的时候 大家看不是说 直接把这个折旧啊 人力资本就一下分到产品上去 我们前面比如说 折旧费啊 然后各种间接人工 统一叫做制造费 对不对 那制造费用呢 我们在分的时候呢 就直接 比如说按工时就去分了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A产品啊 我们这个产量比较多 B产品的产量少 那很显然呢 你就说 那我A产品产量多 工时就多呀 那你工时多的话 你在分的时候 你就完全按照工时 那你就分给我A就多了 B的工时少 分给B的工时少 但实际上我们告诉你说 B它的虽然产量少 但是B的它加工很复杂 是吧 所以它而且需要的这个设备 也比较的这个复杂 所以它的维修反而次数很多 维修了十次 而A的这个设备呢 我们虽然产量很大 A产品 但它的设备都是些 比较传统的设备 而且很稳定的 我们的维修只有五次 所以按理来说 那你应该这个维修 给我A分的少一点 对吧 给B分的多一点 但是呢 因为你说A的产量大 你统一都把它这些 混到一起了 我不管你是什么成本 反正我就统一 打一个大包 我们把它称为 比如说制造费用 是吧 或者是一些比如说辅助费用等等 那我们就直接按照 你这个工时分 这样会夸大高产量的产品成本 是吧 所以为了更加准确 大家看 我们通过这样 先给它分到不同的作业 然后再根据它各自的作业 这种因素去分到产品上 这是作业成本法 它的一个分配的原理 那大家看 我们对于作业成本法呢 我们刚才已经接触了几个核心的概念 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谈的作业 要分到各种作业上 你看我刚才讲 指的例子维修作业 是吧 然后我们搬运作业 是吧 保洁作业等等 其实这个作业是什么 就是一种工作 一种任务 一种活动 是不是 就是这里的所谓作业 它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企业啊 我们这个特定的 就是我们 比如说某个特定中心啊 或者某一个部门或产品线 它要重复执行的一种任务或活动 为什么要强调重复执行呢 就如果是一次性的 那你没必要费那么大劲 突然产生的一次作业 你还要去分去 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才去简化 给它并到 比如说 我们的生产维持作业里面 做一次就分就完了 但它重复的 就比如说我们 然后搬运 对不对 还有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刚才说维修 是吧 实际上它就是一种工作 一种任务 一种活动 大家理解就行了 是吧 然后什么叫资源呢 那资源指的就是我们 作业需要耗费的人工 能源啊 实物资产 就是耗费的人财务 这些各种这种资源 是吧 人力资源 物力资源 是吧 就是耗费的各种费用 然后成本动因呢 就指的是我们这个作业成本 或者是产品成本的驱动因素 对吧 你看我们刚才讲的成本动因有两个 一个是资源成本动因 就是引起作业成本增加的驱动因素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资源成本动因 就可以把资源成本分给各个作业了 是不是 那么我们作业成本动因是引起 我们的产品成本增加的一个驱动因素 那么根据这个作业成本动因是把作业成本分给各个产品 实际上就按照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图示嘛 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资源 比如都是人力资源 但是我得基于它的驱动因素 看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个资源发生的 我们就给它基于这个资源动因 比如说你是由于这个是搬运这个作业 他们导致这种资源的这个耗费 那我就分到搬运作业这个库里 对吧 如果是由于运输这个作业引起的这个资源耗费 那我就分到运输这个作业里 所以它基于资源动因把资源分到作业上 那么作业成本动因是把你所规及的作业 成本分到产品上的这个驱动 就是它的一个依据 是吧 所以这个别账官礼贷 比如说把作业分到产品上 其实好记就是基于作业什么动因 把资源分到作业上基于资源的动因 是吧 所以我们看一道多选题 它问题下列有关资源动因 表述正确的有 A那说它是引起作业成本变动的因素 资源动因 你就想我们给大家画那图 从资源到作业 从作业到产品 所以资源动因是引起作业成本变动进行 这是没问题的 对吧 而就是我们谈作业动因是引起产品变动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是作业动因的特点 所以说它被用来衡量一项作业对资源的消耗量 利用它可以将资源成本分配给作业 对吧 我们就从资源到作业嘛 然后它是计量各种产品对作业耗用情况 被用来作为作业成本 那么这是我们的作业动因的 对吧 这是针对作业动因的一个特点的表述 所以B和D都是基于作业动因的表述 我们A和C是资源动因 所以应该选A和C 那我们再接着看第三个 就是作业成本法的主要特点 在作业成本法下 我们的成本实际上是 我们还想从资源到作业 从作业到产品 所以它的成本是分为两个阶段 作业法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 是作业消耗了资源 就是我执行某一项任务 做某一项活动 我耗费了有关的费用 是不是 我们说什么叫作业啊 就是一种任务一种活动嘛 是由于你这种工作 你这种活动耗费了资源 而这个产品呢 它是消耗这个 这项作业的 是吧 也就是我们产品是耗用作业 而作业是耗用资源 所以它根据这样的思想呢 我们作业成本法的成本计算 就是两个 就对于间接成本的分配 两次分配 那么传统成本计算呢 它实际上是 首先按部门去规及 这个有关的这个资源 然后规及好以后 一次分配 把这个规及好的 按部门规及资源 分配到我们的产品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来看啊 无论是传统成本计算 还有作业成本计算 其实我们第十三章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 主要是传统成本计算 也经常称为是 基于产量分配基础的 成本计算方法 就它主要是基于 比如按照公时啊 或者和产量有关的这些 就是分配 就是分配标准去分配 但是作业成本计算法呢 它是基于作业的 这样的 就作业分配 就是分配基础的 这样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那我们在十五章讲 就是作业成本计算法 对吧 就是不论前面十三章 还是我们现在要谈十五章 直接成本都是直接记录 对吧 因为能够直接 能够按照经济合理的方式 直接确认属于某一个特定对象 所耗费的 我们就直接记录了 所以直接成本 你不用去 费劲的先去给它 分到作业上 然后再去给它分到产品上 就是把这个直接成本 直接记录产品 传统也是直接直接记录产品 它俩的区别在于 就是对于间接成本上 我们刚才也讲作业成本法 是一种更加准确的分配 间接成本辅助费用的成本计算方法 就是它们的区别在于 对间接成本的分配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它是两次分配 分两个阶段 然后我们书上给了一个图 实际上就是解释 我们这个作业成本法 它的这个分配的这个 两个阶段 这样一个过程 你看它谈到这个间接的一些成本 比如间接人工 像我刚才举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产车间 我有维修工人 我们有这个运 就是这个搬运工人 我还有一些保洁的工人 是吧 那么有很多间接人工 就它并不是直接 产品的制造的 如果直接产品的制造 就属于直接人工 我们就直接就产品成本了 但间接人工呢 那我们需要怎么办呢 就是要给它按照它的这个资源动因 也就是说 导致资源变动的原因是什么 对吧 就是资源动因嘛 那就说按照它到底会有 为什么会有这人力的耗费呢 由于你看我们这里面 由于检验工人 我们这企业有检验工人 我们还有搬运工人 我们还有维修工人 对吧 然后呢检验我们分为材料检验员 我们还有产生品检验员 所以它的这个就是说 导致这个间接人工发生变动的 这个作业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基于这个资源的 驱动因素的不同 就给它分到了不同的作业上去了 然后同样我们耗费了一些 比如说我们用电 是吧 假如说是我们这个 由于检验耗用的电 有的是由于我们这个搬运 是吧 我们耗费了一些有关的 比如说一些能源 然后维修耗费了一些能源 那我们就把它去分 包括折旧也是 是吧 我们的这个 耗费了这个折旧 是检验设备的折旧呢 还是搬运设备的折旧 还是维修设备的折旧 所以根据它的资源 动因的不同 我们分别呢 把这个资源分到 我们各个作业成本 就分到各个作业成本上去 然后怎么办呢 你再把作业要分到什么呀 要分到我的各个产品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 举了两个产品 那你怎么来分 是吧 比如说像检验 它可能和检验次数有关 对不对 你材料的接收次数 你材料检验成本 你看你材料来了几批材料 每来一批 我就要检验一次啊 所以它可能跟接收次数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基于利用接收次数 作为我们的分配动因 然后去分 而这个材料的搬运呢 它取约于搬运次数 是不是 而我们对于设备的维修呢 那跟维修工时有关 产品的检验和生产的批次有关 就这个作业 它之所以会 这个等于说有这么多的 作业活动的产生 它是受什么呀 你的这个 比如说生产批次的影响 而维修呢 是受维修工时影响 所以基于不同的作业动因 我们就把这个 有关的这个成本 分配到我们各个 产品对下上去的 那么这个所谓单位作业成本 就是我们前面讲 那个分配率 对吧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 它实际上作业成本法 就是典型的利用 我们前面那个统一的 比例分配法 那个原理 那么这个单位作业成本 就是我们前面谈的 这个分配率 就是基于 作业动因的那个分配率 那我们在算的时候呢 分子 就是带分配的作业成本 对吧 因为你不是规及了好多作业成本吗 是不是 所以你就要看一下 我总共规及的作业成本 有多少 然后呢 再考虑一下 我的作业成本动因的数量 比如说 假设我们就以 检验成本为例 我这个材料检验的 我们接收了十次 材料检验成本 假设我总共告诉你说 一百万 我们总共是接收了十次 那就是每次应该十万 对吧 如果每次十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 你算了一百万除以十不就是 每次十万 小产品呢 我们总共接收了 比如说两次 所以呢 那你就要把这个两次 乘以十 然后以产品的接收了八次 那就是八次 乘以十 那这样就把这一百万的材料检验成本 分给假二十万 分给以八十万 是不是这样啊 它就是一个间接费用的分配 用的就是我们前面讲 统一的 这个分配率的那计算公式 所以它计算其实不难 就是要做 两次分配 是吧 而且我们通常考试的时候 第一次 就是把资源分配到 作业上 这个一般都会给你 关键呢 是考核的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 有关的这个作业成本 分配到产品对象上去 那这个我们后面会专门给大家介绍 这个具体的作业成本计算啊 但其实原理很简单的 所以首先第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是 分两次的啊 做两次分配 资源分到作业 作业分到产品上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做成本 分配的时候啊 特别强调 这个因果关系 是吧 也就是它的这个 是由于什么原因 导致了这个成本的发生 特别强调了这个 因果关系 在作业成本法下 我们主要使用的是追溯 就是如果能够直接追溯 最好直接追溯 然后呢 呃如果不能够直接追溯的话 我们怎么样 就用动因分配 就按照它的成本去动因素去分配 尽可能的减少 这个不准确的分摊 是吧 分摊的是 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对吧 因为它找不到 是吧 可能它不能 就所谓分摊 就是我既不能追溯 也不好去找到这个成本动因 所以只能是按产量 作为分配基础 给它分摊 那你产量多 我就分给你的多 这叫做分摊 分摊上就基于产量基础了 就是像我们传统成本那样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方法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尽可能是要准确的分配 这个成本费用 呃 尽可能多的采用 是吧 主要使用追溯 是不是 就给它尽可能直接分配 如果不能够追溯 我们就基于动因 根据成本动因 把成本分配到各个对象 是吧 尽可能的减少 不必要的这种不准确的分摊 好 我们再看第三 它的成本分配 是使用众多不同层面的成本动因 大家可以看我们在前面举的例子 是吧 我们书上画那个图 啊 我们其实就是多个这个动因 啊 比如说你像我们有材料的 这个搬运的这种作业 我们就基于它的材料接收次数 对吧 你看产品的检验 作业根据产品的这个完工的批次 啊 然后维修作业基于啊 这个维修的工时 按照工时作为分配的动因去分 对吧 像搬运根据搬运次数 是不是 它是众多不同层面 而且是众多的成本动因去做分配 所以就要比我们前面 你想大家回忆一下我们13章讲的这个成本分配 把制造费用分到产品上 我们一般都是按机器工时啊 有的会按人工工时 是不是 去分配 就是比传统的单一分配基础就更加的合理 这是作业成本法的三个特点 是吧 就是间接费用分配 更加准确 分两次分配 而且在分配的方法上呢 尽可能采用追溯和动因分配 尽量减少这个不准确的分摊 然后第三方面就是我们成本的分配 是使用众多不同层面的成本动因 是吧 是多个成本动因 不是单纯动因 我们有的时候 这两年考试啊 他比较喜欢考点那种简答 就是说让你先计算 然后再回答一下 比如这个方法的特点 优缺点 类似于这种 所以大家也要通过理解来把握 各种方法 他们的这个特点 我们现在先看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下列关于作业成本法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呢说 作业成本法强调 是用不同层面和数量众多的资源成本动因 将作业成本追溯到产品 实际上大家看啊 我们要是想把作业成本追溯到产品 是基于什么动因啊 是作业成本动因 而不是资源 如果你用资源动因 是要把资源给它分配到作业上 所以它主要处在后面 对吧 他故意说了一个 强调了一个资源成本动因 如果你不说这个资源两制 那就对了 是吧 我们采用不同层面的 和众多的 你想我们成本动因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资源动因 一个是作业成本动因 对不对 首先是不同层面 另外我们还有什么呀 再把这个作业 给它分到层面上 是多种不同的东因 所以它特意价格资源两个 反而错了 是吧 那么我们再看B 作业成本法是将间接成本 和辅助费用更加准确地分配到 作业生产过程 产品服务和过程成本方法 这就是它的特点 然后C呢 是作业成本法 基本上是产品消耗作业 作业消耗资源 D呢 是作业成本法强调使用 直接追溯和动因追溯方式 来分配成本 这也是对的 是吧 那A呢 就是它主要是把这个 就是我们在把作业成本 分到产品上的时候 它基于的动因 它可以写错了 应该基于作业动因才对 是不是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 第二节作业成本计算 我们刚才已经简单的谈了一下 作业成本它的分配的原理 是吧 那现在我们就具体来看 怎么样来进行这个 作业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计算 那么作业成本法计算呢 我们书上呢 实际上是在这一节啊 谈了有三个有关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看 作业成本法它的计算的原理啊 作业成本法计算的原理呢 首先呢 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中 我们要如果基于作业成本法 来算产品的话 那我们首先要做第一个工作 就是作业认定 就是你有哪些作业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谈的 我们这个有间接人工 那间接人工 我们到底是哪些作业导致的呀 对不对 首先你要建立作业成本库 是吧 所以首先作业认定 认定完以后呢 我们就要 这个去设这个作业成本库 然后有了作业成本库以后 你就可以完成 我们说从资源分配到作业 从作业到产品 这样一个过程 是不是 所以基本的话 实际上是这样 一个程序啊 首先我们先看作业认定 这些作业认定呢 实际上就是要对 我们每一项消耗资源的作业呢 给他做一个定义 对吧 就像我刚才讲 我耗费了间接人工了 那么我有哪些作业 所以我就要 对每一项啊 消耗资源这些作业 去给他 给他一个定义 然后呢 还要识别每个作业的中 它的一些作用 它和其他作业的区别 如果没有区别 我们就可以 合并了 对吧 就比如说 我说我们的保洁 我有保洁工人 另外我还有车间管理人员 是吧 那么他其实你说 他主要的这个任务是什么 他实际上都是属于 维持企业的这个 车间的正常生产经营 对吧 他可能并不是 直接参与产品的制造 那么我们管理是保持 整个车间的管理有序 保洁呢 是让我们的环境要 这个好一点 那像这种情况下 我完全可以 合并在一个作业库里头 就没必要 设的那么细 对吧 你要设的太细的话 那我们说 虽然好像看起来准确 但实际上呢 它会导致太复杂 成本代价很大 而且没有必要 你说他这个车间主任 确实是车间 这个管理人员 他的这个作用性更强 但是他从对于我们 产品成本这一块 他都是为了保障 产品生产增长经营 那我就完全可以 合并在一起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需要 界定一些作业 就我有哪些作业 比如说生产维持作业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 如果有搬运 那搬运这个 它是完成物料的移动 这个作用 它和其他的 还不太一样 那我就可以单设一个 所以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有一个 对作业去做定义 持有它的作用 是吧 然后看它和其他作业的 一些区别呀等等 就这样一个过程 你像我们教材呢 给了一个例子 那么他给了一个作业清单 然后他首先就是 来分析一下 我们企业 有哪些 就是作业 就是我这个生产车 有哪些作业 比如说他说 首先我得要有材料的订购 是吧 那么可能就是包括要 选择供应商啊 签订合同啊 明确供应方式啊 等等 这都是我们 并到这材料订购 是吧 你如果说 我说我细致一点 我来一个供应商 选择作业 这确实也是一个活动 对吧 然后我们说签订合同 这也是一个活动 明确供应商也是 但是我们觉得他都是属于 为了订购材料而产生的 所以我们就设置一个 总的材料订购作业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识别 然后我们来给他建立这样一个 那么材料检验 他主要正确购买材料这些质量啊 数量的检验 然后还有我们生产准备 是吧 然后发放材料 材料切割 车工 车床加工等等 我们这个书上给了我们12个 是吧 给了12个这个作业名称 他举个例子 是吧 那实际上就是说 你要对一个企业的 这个整个的一些工作和任务 去做一下界定 那么我们认定完以后 第二个呢 我们就要设置这个作业成本库 设置这个成本库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是 把这个所有的这些作业 我们已经是给他 分析成 这个12个有关的作业了 但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就如果要是说 我们这个作业啊 他都是 你像这个单位级 什么叫单位级呢 就是说我们 和产量是成正比例变动的 啊 就单位级是每 生产单一的单位的产品 都要去 执行一次的作业 那很显然呢 这种作业成本 它是和产量成正比例变动的 比如说我这个产品里面 所耗费的这个材料 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工 是吧 一些直接能源消耗 这个实际上 它是属于 直接成本的 像直接成本 我们是直接计入 不需要分配的 对不对 啊 所以呢 我们对于这一类啊 比如说我们说 哎 产品耗费的材料 然后呢 生产这个产品的这个人工 直接人工的工资 那都可以直接追溯的 把它作为我们单位级作业成本库 那就要注意这个特点 单位级作业呢 指的是每 单位产品都要执行一次的 所以这个作业成本库的成本 都是直接成本 它是可以直接计入成本对象的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 就是批次级的作业成本库 这个批次级呢 就是说 它和产品的这个批次 成正比例的变动 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举个例子啊 比如生产前的机器调试 就是我们所谓生产准备了啊 还有呢 我们把成批产品 转移到下一个工序 工序的这种运输 那也就是说你完工一批 我就要运输一次 对不对 那它也是和产品的批次有关啊 啊 另外呢 我们就比如说有关一些承批的采购 啊 或者产品的这个检验 这都和次数有关的 我们把它称为批次级作业 而且我们还可以给它 有的时候可以归类 就比如说 呃 我们生产前的机器调试 还有承批的产品转移 那它都是和产品批次有关 那我们可以把它都作为 批次级作业成本库里面的归籍 那我当时都可以按照 产品的批次作为统一的分配标准了 是吧 所以批次级作业成本库呢 它指的是 呃 同时服务于 每批产品 或者说许多产品 这样一种作业 所以这个成本 它和产品的批数成 比例变动 我们再接着看第三 品种级的作业成本库 这品种级呢 它指的是服务于某一种型号 或者是某一个样式产品的作业 然后我们说 也谈到产品级 是吧 其实产品应该说比这个品种更加综合 因为有的时候一种产品会有多种型号 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是这样的啊 就是包括你看我们将来 呃 就是我们其实在以前也提到过啊 比如说你像我们第十六章 我们提前讲的啊 我们讲过这个多品种的 这个本量力分析 我们下一章 我们第十七章还要讲啊 短期精英决策 都谈到这个品种的问题 这个多品种的话 它有的时候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这个 呃 实际上就是说 这个呃 品种呢是指的是某某一种型号啊 或者某种样式啊 就品种的作业是服务于某一个型号 或者某一个样式 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学历的 我是X产品 那就是产品是X产品 但是呢 X产品有两种型号 X1型号 X2型号 啊 那这就是两种了 对吧 我们谈的品种 是真的可以说是针对型号来的 X1就是一种一种产品 X2是一种 所以我们是啊 像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我的品种是 品种是两种 但产品呢 啊 是一种产品 对吧 这就是产品和品种的一个区别啊 就是品种它上次有相应的型号的区分 有样式的区分 嗯 那么对于品种级作业成本库 或者说产品作业库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只是服务于某个特定的 这个比如说产品线 是吧 或者服务于特定的这个产品 嗯 那么它和产品的品种数是 呃 呃 成比例变动的 比如说我们最典型的啊 比如说我们说 呃 产品设计啊 假设我们的这个服装设计成本 呃 那么你想我对于这个服装设计 假设我设计了一个呃 这个女的新的这个套装的一个样式 那我可能要支付一定的设计成本 但它支付一次以后啊 那这个设计的这个样式 它其实可以 我们可以生产很多P 也可以生产量数很多 对不对 就是一种品种 你可能需要设计一次 是吧 或者说一种型号 你需要设计一次 所以它和产量没有关系 和P量没有关系 它和品种有关 这是品种级作业 那品种级作业 大家特别要注意举例 我们最常见的品种级作业 像产品设计 产品生产供应规程的制定 那一种品种 我可能就要制定一个规程 对吧 还有供应改造 产品更新 像这种都是和品种 或者和产品有关系的 就谈第三种 就是品种级的作业成本库 那我们再看第四 生产维持级作业成本库 这生产维持级作业 指的是什么呀 服务于整个工厂的作业 它和你的什么品种 批次产量 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它是为了维护我们企业 正常的生产经营 而这个产生的作业 就像我包括前面举的什么 我说这个保洁的问题 是吧 你像我们书上举的 比如说工厂的保安 我们这个有关维修 行政管理 保险 财产税这些 那它实际上是属于什么呀 服务于整个工厂的作业 它和你这个产品的数量啊 批次啊 种类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是吧 所以在这一块 就是我们说设定这个作业成本库的时候 那就要看它各自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单位级 一定要注意它指的是和产品的产量 成正比例变动 是属于直接成本 都是可以直接记录的 然后批次级是和批次有关 品种级或者产品级是和产品的 这个就是品种的数量 成正比例变动 而生产维持级呢 是服务于整个工厂作业 这块其实属于客观题 特别喜欢考我们的 就给你例子 你要会辨别是哪一种作业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这个 作业成本这一块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书上这个图15到2 你可以看到我们单位级作业 它实际上是直接成本 它是可以直接记录的 而对于其他的 我们可能都要分配 是吧 通过分配才能够最终 分配到我们特定的这个产品 对象上去 是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 去年的一道多选题啊 假公司是一家电子产品生产企业 从事电子产品的设计 生产和销售 按照客户的订单 分批组织生产 间接加工费呢 按照作业成本法分配 然后问你下列 关于作业成本库设计法中 正确的有 A呢说产品设计属于品种级 那这个是对的 对吧 你要设计 你当然是按照品种来考虑产品设计 都说产品的订单 处理属于批次级 乱了 有一批订单 因为你看它 按照客户的订单 分批组织生产 对吧 所以它实际上是批次级的 而产品的组装呢 你想 有一个产品就得组装一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呀 这个应该是单位级 它和产量成正比的变动 而产品的包装呢 大家看应该也是属于什么呀 单位级的 对吧 你有一个产量 那我就要包装一次 所以这个很显然就不对了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考试给出一些表述 你要会辨别 是哪一种作业 这块 我们再来看去年 就是券二也是 他就问你 哪些属于生产维持级的 那我们也可以看 工艺改造 这是应该属于什么呀 是属于我们的品种级 或者说产品级 工厂保安 这是维持 行政管理也是 订单处理 一般都是按批次处理 对吧 这个应该是批次级的 所以应该选的是 B和C 好 我们再来看一道 以往的考题 他就问你 就说假企业 采用作业成本法 计算产品成本 每批产品生产前 需要进行机器调试 你想每批成生产前要调试 在调试业中心 进行成本分配时 最适合的 当然是产品的批次 对吧 你生产一次 你就要调试一次 所以应该按产品的批次 作业成本中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单选题 他问你下列作业属于 随着产量变动 而变动的作业是 那其实我们刚才强调了 就是单位级作业 他所归集的头上 都是直接成本 是直接进入到 我们特定的产品 对下上去的 单位级作业的成本 它是随着产量变动 成正比例变动 是不是 所以应该选A的 那既然大家看 我们通过前面已经谈了 我们已经认定好作业了 而且也区分了 这个作业成本 Google库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按照我们前面所讲的 作业成本计算 它的就是从资源 先分到作业 然后呢 我们再把作业成本 给它分到成本最小 那这块稍微提示一下 你看 我们实际上把资源 分到作业呢 是基于什么呀 是借助于资源成本动因 去分 一般来说考试啊 像资源成本分到作业上 这个通常 我们考试的时候 都是给的 就它已经告诉你 我们有哪些 这个作业了 就通常这个 第三个步骤 其实都是已知的了 当然我们说 在实物中 可能需要自己去鉴别 就像我前面讲 我们总共是 这么多间接人工的工资 然后我就要考虑 这个间接人工工资 是由于什么原因 是吧 导致这个间接人工呢 我看 由于搬运作业 有一些搬运工人 我们有检验作业 所以我们有检验工人 要给人开工资 对吧 有维修作业 所以有维修工人 有工资 所以我基于它的 这个 就是耗费这个资源的 这个因素的不同 给它分到 各个这个 作业成本库里头去 但这一步骤 考试是给的 它考我们的主要是 这个 怎么样把作业成本 借助于作业动因 给它分到产品对象上去 那这个作业成本动因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 其实我们又会碰到 多种作业成本动因 其实当然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我们刚才谈了 我们说动因有不同层面的 首先是有资源成本动因 还有作业成本动因 对不对 而且是有众多的动因 你像我们作业成本动因呢 又分为业务动因 持续动因和强度动因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什么叫业务动因呢 业务动因它指的是 用执行的频率 或者次数计量的成本动因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我按照搬运次数 对吧 那这个属于是业务动因 那么我们其实 之所以选择这个业务动因 比如说按照执行的频率 次数去做分配的话 它主要的这个 适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认为 执行每一次作业的成本 那这个包括我们 每次耗用的时间啊 还有单位时间耗用资源 是相等的 就是我认为每次的成本 应该相等 对吧 所以呢 你的次数多 就应该给你分的多嘛 所以这是它的这个 选择作业动因 它的这个前提 就是每次作业 它应该耗费的时间 资源是一致的 所以就可以直接按次数来分 这种动因呢 它的精度比较差 但是呢 执行成本最低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 我就以搬运成本为例 假设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月 总共发生了 就是搬运作业这个成本库里面 我们规及的这个 搬运作业成本啊 总共规及了 比如说100万 包括搬运工人工资 搬运车的折旧 搬运的一些相关的 有关费用 总共规及了 是吧 是100万 那现在就想要你 把这100万的搬运成本啊 给我分到 A B 两种产品上去 我们现在有两种产品 是吧 不需要你做分配 那么分配的时候呢 如果啊 我就简单一点 按次数 我们就看一下 我们这个月 给A产品和B产品 搬运这个物料 总共搬运多少次呢 我们说总共搬运了10次 然后呢 10次呢 其中A A产品的搬运次数呢 是搬运了 这个 比如说3次 3次给A 但是呢 7次 是给B产品来搬 因为B产品产量比较多 所以它的搬运的 物料的次数就比较多 那么大家看啊 这就是说按次数 我只要看看 搬多少次就行了 这第一种 业务动因 是基于执行的平力 或次数 计量这样成本动因 那我们再来看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持续 持续什么呢 用执行的时间计量的成本动因 就是它 因为我们刚才讲 如果你想利用这个 业务动因作为 我们这个分配的这个标准 它是基于什么 就是我认为每次 这个作业 我用的时间是一样的 而且单位时间 耗用的资源也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用次数 但是如果我认为啊 每次的时间是不同的 就假设我告诉你啊 这个A产品呢 它是搬了三次 但是A产品 它的零部件都特别的重 每次给A产品搬呢 我们费老劲了 是吧 又是用搬运车 是吧 然后呢 还这个 因为很沉重 我们得找四个壮汉 去又搬又推的是吧 所以 A呢搬运一次 我告诉你啊 A一次 搬一次 得用半个小时 而B呢 它就很 都是一些很轻巧的零配件 很轻松 都不需要什么专用的搬运车 小飞车一过去就完了 对吧 搬一次呢 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那你要这样一来的话 那 你就光按照A 你说搬运三次 所以100万里面只给A分300 给B分700 那就不合理了 对吧 你想 这A产品搬一次 要半个小时了 我搬 好像是三次 那你看 那要花一个半小时 才能够搬完 而B产品呢 B产品呢 一次也就十分钟 你七次也就一小时 零十分钟啊 所以从时间来看的话 其实A产品 你虽然次数少 但你用的时间还多呢 所以我因为认为啊 不应该按 应该按时间来分 对吧 所以什么叫持续动音呢 就是按它执行的时间的长短的不同 对吧 就像我刚才讲了 哎 A产品我们总共搬运了啊 就是180分钟 是吧 而B产品是搬运了七次 但是我每次是 只有搬运了七十分钟 比如这样 A产品啊 就九十分钟啊 对不起 我们说一次半小时啊 那么比如说 我们说搬运了三次 九十分钟啊 那么B产品呢 是七十分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不按次数了 我按时间 那你要按时间分的话 同样一百万 那你给A产品就要分多少 分九十加七十分之九十 就得分一半多了 就不是光分一百万了啊 那不是分 我们原来刚给他分三十万吧 现在按时间呢 他分的要比 比对B分的要多 对不对 因为你占了 这个十六分之九 他占了十六分之七 相当于 如果按照时间来分的话 A就分一百乘上十六分之九 B呢分一百乘上十六分之七了 是不是这样啊 这是按时间 那么这种动因的分配呢 精度和成本是居中的 因为你最起码你得读秒 不光看次数了 对不对 你不能 我要统计 是要统计次数 同时我还要统计一下 它搬运的时间 所以它的这个 精度会高一点 成本呢 当然也会会多一些 我们再接着看 第三个强度动因 这强度动因指的是什么呀 就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我们把作业执行中 实际耗用的全部资源 是单独归集 直接进入某一个特定的成本动因 这个比如说 还是以我刚才那个 举的那个搬运为例 就比如说我告诉你 我们发现 因为A产品 它都是搬运的这个 零部件都很大 很重 所以我们有一台就是搬运车 它是专门给A产品的搬运服务的 B呢就是小费车就完了 我们的A产品那个搬运车的折旧费 那大家想 既然折旧费 你这个搬运车只给A提供服务 B产品用不着它的搬运 那我们在分这个折旧的时候 那就没必要分配了 怎么样 单独归集直接计入呗 是不是这意思 就原理就是这样 那我们在实务中就谈 什么时候用强度动因呢 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特殊的订单 对吧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客户 他要求单独给他加工这批 那就说所有和他这批加工有关的 我都往他这块归就行了 或者某种新产品的试制 对吧 我试制一个新产品 那我所耗费的料工费什么 那我就完全都是跟新产品的试制相关 对吧 你就可以用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订单 根据它的因为有个特殊订单吧 或者用你的工作单记录 他每次所耗用的这个所有的资源 就为了新产品试制 我用哪些料 用什么人工 我就可以单独归集 那这个但这个是精度最高啊 但执行成本也最昂贵 对不对 因为你要直接确认 所以它执行起来就最昂贵 这是作业成本动因 其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成 业务动因 持续动因 和强度动因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它的成本动因是不同层面 是吧 我们有资源动因 还有作业动因 而且是多个 众多的 对不对 你看我们有这个业务动因 强度动因 还有持续动因 我们也是来看 以往的考题 他问你下列各项中 应该使用强度动因 作为质量质量单 我们强度就指的是 我需要单独归集 直接就可以 比如说按照一个订单 或者一个什么 给它专门登记 和它有关的这些费用 你像我们说 产品的生产准备 这个实际上是属于 应该是批次 对吧 你准备一次 那我们就要 可能就要耗费一些成本 所以应该它 这个是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是用批次 作为这个分配的 这个动因的 所以它应该是属于什么 业务动因 对不对 因为我们谈 什么叫业务动因呢 就是用执行的频率 或次数计量的成本动因 就是业务动因 这个概念 大家也要了解一下 是吧 就是业务动因 是强调是用执行频率 和次数计量的动因 而持续动因 是用执行的时间计量的动因 是吧 那我们再来看 产品的研究开发 像产品的研究开发 一般来说 这对新产品 是属于比较特殊的 它不是企业正常的 这种生产经营 所以一个特殊的产品 研究开发 所以这个的话 我们实际上是 就强度 可以用强度东西 单独归籍 那产品的机器加工呢 那你这个成本动因 我们应该用执行的什么来考虑 所以应该是时间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机加工的话 你加工的时间长 像你加工成本应该多一点 所以它其实是要考虑 用执行的这个时间 作为这个分配的这个依据 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什么 是持续动因 像产品的分批 那你看它也是 基于批次的这样频率的 所以也是业务动因 对不对 所以只有B是属于强度动因 因为它是单独归籍 可以比较特殊的 是吧 因为我们强度 你主要是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 大家注意书上的一些举例 比如新产品的试制啊 或者说我们这个一些 某一些特殊的订单 是吧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强度动因 就是单独归籍 直接记录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 在下列作业动因中 有关精度与执行成本之间 关系表现正确的有 我们说三个动因 业务动因的精度最大 但执行成本最低 强度动因的精度最高 执行成本是最贵的 持续动因的精度 执行成本居中 是吧 他说业务动因度 精度高这个不对了 所以ABC是正确的选择 好 那我们这一讲内容呢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